早安 跡象時間又一致迎接了週末假期 不過今天外出傘一定要特別記得帶著 就是因為東北季風持續的增強 再加上華南雲雨區逐漸的靠近台灣 這時讓全台的水氣都是偏多的 除了在迎風面的北部和東半部地區 降雨依舊是持續整天來說 可能都會有一些短暫的震雨 中南部平地來說 也會有一波波的零星降雨 特別是在山區降雨的機率都是增高的 不過可以發現到到了晚間開始 除了迎風面還是會有一些短暫雨以外 其實越晚水氣就會越來越減少了 到了明天呢 中南部的降雨就會趨緩了 而明天依舊是持續受到了東北季風影響 而且一路會影響到下禮拜一 但是呢 其實逐日降雨就會逐漸的減緩 但是呢 在迎風面的北部和東半部 仍然要留意 可能都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而東北季風 當然也會影響到溫度方面了 像是今天北台灣降溫就比較有感 白天的低溫大約是來到了21 22度 至於呢 在這個中南部地區 白天的高溫28 29度 不過到了晚上日夜溫差開始就變大了 像是在晚上的中南部地區可能是只有22到24度的低溫而雨 至於在東部地區呢 高溫則是來到23到26度 最後就是要來看到在明天的時候 其實凌晨有出現了這個月偏時 如果沒有看到的話 可能就要等兩年了 但是呢 在明天北部和東半部 目前看起來雲量都是偏多的 所以如果想要順利看到日月偏時的話 可能要碰碰運氣 但是在中南部地區看起來 明天呢 則是看到的機率相對是增加的 最後還是要幫您統整一下 今天外出一定要記得帶傘 甚至在局部地區雨勢會較大 尤其現在日夜溫差也開始變大了 如果您是早出晚歸的話 記得添加一物避免著涼了 以上就是這節的氣象資訊